南韓大咖演员宋康浩凭借作品 婴儿转运战荣登第75届坎城影帝 成为南韩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男演员 这部电影探讨七音问题 宋康浩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自称为善意中间人 要替孩子找到适合成长家庭的人物 事实上宋康浩的作品多围绕在社会议题上面 2000年电影《共同警戒区》饰演北韩军人 精湛的演技让宋康浩成为南韩电影的代表人物 更出演正经南韩的《华城连环杀人案件》 改编的电影《杀人回忆》 之后的《骇人怪物》 则是深刻探讨人性中的挣扎以及矛盾 我只是个继承车司机 更是将民主化运动《光州事件》扳上大一幕 点出南韩社会贫富差距产生的种种不公以及荒谬 既成上流红遍全世界更问鼎奥斯卡奖 而宋康浩出道至今演出超过40部作品 几乎都是票房保证也见证了南韩影视产业 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 六度扣关砍成影展这一次终于人梦 这位南韩国民影帝人生再创新高峰 东京讯会国中心中的报道